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,南海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国和东南亚各国,其中最激烈的争端要属菲律宾,除了大家所熟知的黄岩岛争端外,南亚岛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争议岛屿之一,早在1968年,菲律宾就非法侵占了我国的南亚岛,并在1994年,即使遭到我国海军的打击,仍然一意孤行地对我国南亚岛进行骚扰,到了2023年。 他们甚至在南亚岛海域投放了浮标,试图借此来宣示他们对南亚岛的主权,那么,为什么菲律宾明知道会被我国海军教训? 仍然坚持霸占南亚岛呢?为何他们对于南亚岛的贪欲一直都没有消退呢?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,虽然南海诸岛一直是我国的固有领土,但事实上,从19世纪开始,我国对南海的管理就已经力不从心, 其主要原因,一是清政府的国力衰败,使得国家无力去管理南海,二也是因为当时国人的海权意识淡薄,没有保护海权的观念,使得上支政府,下岛百姓,对南海都不看重。 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,南海成为了当时列强的后花园,争先恐后地在里面圈地。 寻找资源,这种情况一直到民国时期才有所改观,当时的民国政府对南海一些离大陆较近的岛礁都开始收回, 不过一些比较远的岛礁依旧在列强的手中,如位于南海的南耀岛,南耀岛,位于南沙群岛道道明群礁内,处于道明群礁内,具体在道明群礁的南部边缘地区,位于中叶岛的南侧,形状不规则。 总面积0.07平方公里,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型岛屿,除了面积小以外,南耀岛还是整个南海海拔最低的岛屿,海拔只有1.8米,虽然海拔较低。 但南耀岛上却有着茂盛的灌木林以及椰子林,而且岛上还存在少量的淡水,符合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,正是因为有着淡水的存在, 所以,在清朝道光年间,便已经有国人在上面生活,修建的有茅屋,水井,以及祭拜神灵的神作。 不过,据专家考察,南耀岛应该是沿海渔民的休息点,并不是经常住人的居住地。 不过,这些建筑体现了我国对南耀岛的开发,也证明了我国对于南耀岛的主权。 但可惜的是,因为国力衰弱的原因,在1933年,南耀岛便已经被法国非法占据。 脱离了祖国的怀抱,二战爆发后,法国殖民者被日本赶跑,南耀岛又被日本占据,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。 抗战胜利后,国民党曾短暂收回过南耀岛,但不久又放弃,使得南耀岛沦为了无人管辖的岛屿。 一直到1950年,当时我国百废戴星,国内的建设刻不容缓,其外又有抗美援潮,对南海的管理难免有所疏忽。 而美国便趁机占领了南耀岛,成为了美国定在我国南海的一颗钉子。 但在1959年,美国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,放弃了南耀岛,将上面的士兵撤离。 使得南耀岛再一次沦为无人管理的状态。 建南耀岛以及周围海域无人管理,野心膨胀的菲律宾开始了自己的小动作。 先是在1963年侵占了西越岛后,建我国反应不大,便越发嚣张。 在1968年,占据了南耀岛和马欢岛,并在这两座岛上都修建了军营,用来驻守士兵。 因为当时我国的主要方针是发展经济,又要和菲律宾等国打好关系,而且海军实力又比较孱弱,所以对菲律宾的行动比较克制。 可菲律宾却以为是我国软弱,进一步加强了入侵南海的举动。 打算占据如梅几礁等重要岛礁,见菲律宾如此得寸进尺,我国不再忍让,在南海和菲律宾发生过多次冲突,将梅几礁等重要岛礁都收回了祖国。 并且在南药岛附近海域和菲律宾爆发了海战,击沉了菲律宾两艘舰艇,连南药岛上菲律宾修建的建筑也被我国摧毁,可以说,这一战直接把菲律宾打回了原形,让菲律宾灰溜溜地退出了南药岛海域。 正面的抢夺往往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,总有人在背后打着算盘,算计着你家的财产。 菲律宾这种令人作呕的行为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暴露出来的,而是他们总惦记着以投机取巧的手段去试探。 不过,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再想,也敌不过事实本身,更敌不过中国的军队。 1994年,中国和菲律宾就是在南药岛海域爆发了一场对战。 这一年的某一天,中国的渔民像往常一样在南药岛海域,也就是我国渔民的传统渔场区域捕鱼,突然闯入了一支菲律宾舰艇,并驱赶中国正在作业的渔民。 面对这样的状况,渔民们也是一脸诧异,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,可面对有武装的菲律宾舰艇。 渔民们也只能选择向我国有关部门求助,在接到渔民们的求救信息后,当时正在附近海域进行常态化巡防的中国海军,立即派出军舰急速朝着南药岛方向驶来。 可是当中国海军的舰艇刚刚达到事发地点后,却遭到了菲律宾海军舰艇的拦截,他们的目的就是想阻挡中国海军的巡防工作和呼吁任务。 此时的中国海军还是冷静的,我们一贯秉承着克制的态度,希望尽可能地避免武装冲突,更是为了避免双方出现伤亡事件。 因此,我国海军对菲律宾海军的拦截行为并没有做出过激的反应。 只是和其在海上对峙着,没有做出任何攻击性的行为,但可是菲律宾方面却不这么认为,我们忍让不但没有换来他们的反思,反而让他们得寸进尺。 是的,菲律宾海军不断对中国海军舰艇做出了一系列的挑衅性的行为,可即便如此,中国海军对菲律宾的挑衅动作也是冷眼静观。 菲律宾方面,既然中国海军没有进一步的行动,直接蹬鼻子上脸地对谁中国海军的舰艇开启了炮。 在面对菲律宾海军的率先行动时,我国海军被逼无奈,只能对菲律宾舰艇发起猛烈反击。 最后打得菲律宾海军落荒而逃,最终结果以我国海军临伤亡的大获全胜为终结,而没有实力反而硬凑上去的菲律宾则付出了惨痛的代价,两艘舰艇直接报废了。 这还不包括死伤大半的官兵,中国海军在临走前,还将菲律宾建设在南药岛上的违法建筑,一并炮轰了事,不留一丝残渣。 而这场战斗也证明了,一味的隐忍不一定能够换回尊重与和平,往往需要通过一场实力的证明,才能从根本上摧毁敌方的士气,最终南药岛从菲律宾人的手上拿了回来。 那么,南药岛现在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呢?上面有没有菲律宾的驻军呢?我们还能有效控制南药岛吗?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,实际上,1994年南药岛海战失败以后,南药岛上再也没有菲律宾的驻军存在,根本没有菲律宾人再次登上南药岛,不是他们不想去,而是不敢去,为什么?被打怕了呗。 再者,虽然中国也没有在南药岛上驻军,但在其北边不远的双黄沙洲,一直有中国方面的舰艇和人员来往,南海舰队和海舰船舰时常临近巡逻,菲律宾方面就是有心。 也根本无法靠近南药岛,我国能在抗美援朝,抗越援朝的战场上取胜,我国海军实力虽弱,但也不是小小菲律宾能抗衡的,面对菲律宾的率先开枪,我国海军被逼反击,击沉菲律宾两艘军舰,击毙多名飞军人。 我国无一人伤亡,并将菲律宾在我国南药岛上建造的建筑物及瞭望塔摧毁,虽然我国在南药岛海战中取得了大胜,但我国刚于1992年签署东盟南海宣言,强调共同开发南海,不能诉诸武力,并没有在南药岛上驻军,如今看来收复未驻兵确实是大忌。 给了菲律宾可乘之机,我国2013年外交部公布的菲律宾非法侵占的南海岛交上南药岛也在其中,自从南药岛海战后,菲律宾就再也没踏上南药岛,况且我国主壁岛,南勋岛,美济岛都有驻兵,南药岛周围的海域,已被我国牢牢掌控,我国南海舰队及海警,海间常常在此常态化巡航,可以说我国已失控了南药岛海域, 菲律宾想再次再有动作也是不可能的了,所以说,可以认为南药岛是中国实际控制,我们没有在上面驻军,也没有做错什么,忙忙南海。 悠悠避浪,不管是南药岛,还是其他被外国人非法占据的中国南海岛礁,全部最终回归中国,也只是实践问题,我们有的是时间。